作词 李宗盛 不平凡的生命 有你保管 有情人的路 走过时代的无常 甜蜜的辛酸 有你分享又何妨 在只坏时候 才能遇上最好的你 真情要感谢 华娜 只想能够为你受伤 才不忘爱你一场 痛的浪漫 哭得坚强 人死不管难受 只要难忘 你是我最好的答案 人生不稳长欲断 岁月凤凰 我心不弱 两个人的遗憾 这季篮 就是 美满 杜少爷 杜少爷 您是来找清平的吗 对不起 她失踪了 清平呢 你不是跟我说好了吗 让我过半个月来接他 聘礼我准备好了 人呢 人在哪儿 杜公子 也不知道周廷琛 和沈将军说了什么 沈将军一定要我 带着清平到朱家去拉琴 周廷琛 更过分的是 他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人 他要把清平 送给他的父亲周明昌 这个周明昌啊 一见到清平 当场就动手动脚的 你说我们家清平 是一个从来没有跟男人 接触过的清纯上女啊 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所以啊 他貌似就逃走了 太可恶了 到底什么时候的事 清平已经失踪三天了 三天了 其实我比你还着急呢 你想想 清平从来没有自己出过门 也没见过陌生的人 还不得被别人骗死 欺负死呀 周明昌 他还派他那些地痞流氓 在四处找他呢 我警告你 千万不能让那个姓周的 我先找到他 不对啊 你养了他十年 你不可能不给自己 留张底牌吧 底牌 什么底牌呀 我要的礼物呢 告诉我 别扰弯子了 都说杜公子放荡不羁 实际上你才是做生意的天才呀 跟你一打交道没人能占便宜 倩维 是 就是这个 清平有哮喘病 每到这个季节就会病情发作 只有和氏药店的森荣黑西丹 才能救他的命 这药 我是不会让他自己带着的 杜公子 你是聪明人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您可以 看来你对清平是动了真情 没想到 我告诉你 这只是京邦街改造的设计图之一 就算给你两张三张 你拿着也没有用 那是我们华商志在必得的效果 还有 麻烦你告诉你的日本主子 他怎么样啊 也不可能一口气吞并我们中国人的 整个商业界 也不可能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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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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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